Leno聊世紀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n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超級隨機喔 那最近由於有觀眾在跟我留言說 他看到蒙古很少 剛好這部兩邊都是蒙古 因為畢竟我們影片裡面也很少出現這種統國民的 那我們就想說來拍一集試試看 透明內戰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超級隨機的話其實也挺有趣的 就是跟阿拉伯不一樣 這個資源分配也不一樣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樣超級隨機的地圖 這個金礦數看起來是跟阿拉伯差不多的 雖然他們有主金跟附金 這三塊金加起來應該是跟主金跟兩塊附金是差不多的 還有野金還有野石都是少量的 那中間呢是有這個冰層的 這個冰層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那路呢是有兩坨的 這路有大概六隻 蒙古這樣地圖就會很強 那路全部吃完 經濟直接起飛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裡冰冰角角有隻天空熊 那看起來 玩起來是跟阿拉伯差不多 但牧區的話好像比較茂密一點 比較好圍 像這種圖就很適合打直層 因為很容易圍死 防守來說也比較簡單一點 那右邊會有這個大量Moch 好這個最近改版這個小數模組又失效了 等一下錄完這支影片可能要再去重新安裝 因為我發現有些觀眾也不知道 就是為什麼每次安裝小數模組之後 都還是會變大碎 最主要是因為改版之後都是要去重新訂閱的 這些模組才會正常顯示的 好這邊有稍微趕路 這個路趕的還蠻快的 上面還有三隻羊沒有看到 左邊還有三隻鹿 好稍微加速一下 那蒙古人的話吃鹿的速度非常快之外 馬攻射速也是最快的 而且蒙古人喔 到了後期這個肉馬 跟草原騎臂喔 這個血量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這個草原騎臂也可以破100多滴血 相當實用 而且這次改版喔 有這個讓草原騎臂的防禦流 再多加易防 所以他的這個實用性喔 又更上一層樓了 好那接下來蒙古這邊補一些木頭 待會是要下軍營跟馬舅 因為這邊他已經可以點封建時代非常早 極限肉吧 這個非常極限的 通常是要瘋狂吃鹿肉跟豬肉 才有可能 好搬到這種事情 然後這邊極限肉馬上去的話 木頭就要極限補木了 因為你大附還要下軍營跟馬舅 木頭要標300多 通常要到7到8個人去挖木頭 會比較穩定一點 好這邊刺頭追打一下 好這邊也可以考慮 對於封建時代一升級好反打 因為他還有加二攻 但對手有點怕 那目前紅色的蒙古人 是決定要打直城喔 22P 然後這邊圍死 看到對方這邊放封建時代 趕快圍 這邊已經知道對方已經上了 這個時代情報 就要趕快把自己家裡圍好 這裡還有個洞 好他有看到 好 這邊趕快也是要圍圍圍圍圍圍 希望可以把路在裡面 可以遠距離吃鹿肉也是ok的 好這邊 我還拉兩村 這兩村應該是要來插劍塔 劍塔加上刺猴 好直接插果子 但沒有插到這個石頭已經小小可惜 當然能接受 這邊還有一塊金 那肉馬塔公主有什麼差別 跟裝甲塔 跟棒棒塔 差別是在肉馬出去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 雖然會稍微慢一點點感覺 好 大概慢個大概一分鐘左右吧 但劍塔插下去的話 經濟也不是很好 因為你一定要挖石頭 那如果你單插一根塔的話 其實效率也沒這麼好 那如果你要深插進去的話 又看到對方直城的話 插電卡 第二根塔的這個效率又不 就不太好了 因為對方有可能已經點城堡時代了 待會偷測出來也是輕鬆解掉 除非對手防守很爛 可能就是這邊木牆打進去 後面沒有再繼續圍 很久打破的情況下 才可以去投資這個劍塔 不然這個劍塔插完一根 發現打不進去 就要撤退了 趕快回去採資源 或是挖石頭 補一下經濟之類的 因為大約挖石頭的話 是可以蓋TC的 但這邊蒙古人是沒有打算要來挖石頭 直接要繼續爆經濟 應該是要繼續打強攻吧 好 這邊蒙古防守還不錯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他這邊有點慢上去 城堡時代喔 經濟有點爆 因為這兩隻鹿沒有吃完 有點虧 蒙古就是要把鹿吃完喔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樣造成他上城堡時代慢了一些喔 反正是藍色的蒙古 快要上到城堡時代了 正想要看市集買賣一波 可能會買兩百肉 買一下 兩百肉 買 買上 OK 買上城堡時代 但是藍色也上了 藍色這邊就吃得很乾淨喔 鹿肉六條鹿都吃得乾乾淨淨 一條鹿龍都不剩了 鹿龍就是鹿的耳朵的毛 現在有年輕人知道這個梗 這樣顯著我很老耶 好 蒙古這邊點下了品種跟爵士好見 還有這個彩晶技術 看來是要打馬公路線喔 雙射箭場 OK 但蒙古雙射箭場有個弱點喔 就是他經濟會很差之外 雖然射速非常快速 但他不像蒙古圖技一樣喔 打這個攻城系有這個加成 所以射起來 對付頭車到破爐炮 會比較吃力一點 所以這是待會 藍方蒙古要注意的事情 我還以為他會打個什麼 草原騎兵前鴨之類的 結果是打一個馬公路線 那馬公路線成型也是比較晚一點的 我怎麼用刺頭解掉家裡的 用自己村民解掉刺頭 但用自己損失一村 直接死兩村有點虧喔 好 那目前是由紅色蒙古領先兩村 這裡補下一個TC 要來挖石頭 這邊先出幾隻駱駝來防守 但對方馬公已經出了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蒙古圖技 有時候不會先出的原因喔 就是因為 成型時間偏晚 人家以上城堡時代 雙色鏈場馬公就可以直接出了 還不用挖石頭蓋城堡 這個產量來說 就是一般的馬公會比較好出一點 那這邊馬公一成型 TC這邊防守就要稍微微一下 好 這邊駱駝繼續擋 但是要小心喔 蒙古的駱駝是沒有三防的 然後電用Style是不太能打的一個單位 而且馬公打這個駱駝也是很痛 好 這邊轉個奴炮 好 我來了 轉奴炮的話 就有點考驗玩馬公的玩家了 這邊串燒一下 欸 串的感覺還不錯 趕快帶來修理 OK 兩台駱駝出來 蒙古現在是雙TC TANON 兩邊都是雙TC 下方蒙古也是開挖石頭 左邊這邊 收一下村 啊 11村 駱駝 有 可能要再出個幾隻喔 給更大的壓力 不然就奴炮拉過來 這個是怎樣 蓋城堡 想要蓋前方 但是前方有重裝馬公 所以蓋不下去 這邊想要硬點村民嗎 但奴炮串燒效果還不錯 直接硬蓋動城堡 繼續串燒 打奴炮 奴炮血量被拉起來 馬公血量白白損失掉了 好 這個就是奴炮很counter工病的一個原因 城堡該好 要出蒙古突擊 喔 這就是蒙古突擊對上一般馬公對決了 那我覺得這邊防守打還不錯 打蒙古突擊這邊先用奴炮撐著 上到了這個城堡之後 再出蒙古突擊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這邊可以考慮喔 按一個衝車或是投資車 說好 我覺得投資車可能是不錯的選擇 畢竟充車的話是沒辦法 撞掉這些馬公的 但是投資車可以 好 這邊拉了一些村民開始要來前線蓋堡 但是拉了7個人 那這7個人 誒 不是要來蓋堡嗎 先蓋工程師製造所 好 可能想要把城堡蓋這個位置 好 城堡還有大概50肉 好 出了一隻草原奇兵 草原奇兵98滴血 將近快100滴血 草原奇兵黃金只要40喔 非常適 好 這邊駱駝直接在他門口 好 城堡果然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插到蓄喔 TEC石頭直接被插爛了 好 好 弩炮 加上蒙古突擊 直接壓制 對方有要轉出蒙古突擊嗎 我覺得可以轉勒 好 其實藍色現在可以轉 好 現在兩邊都城堡是帶來這個TC 看起來是不飽了 而且後面還有頭車帶炸 直接棄手 呃 待會這個紅色 蒙古人喔 可以考慮這邊喔 放根城堡 這邊插一根鍵 這根城堡在這裡 或是這裡都可以 這裡也可以 不然這個圖子車會一直炸 炸到這個紅色經濟很差 好 這邊轉出了 第二棟城堡在右側 好 蒙古突擊上前解一下 一發直接騎射射掉 這就是蒙古突擊厲害的地方 打工程器也是非常強大的 好 自然慢慢堆疊起來 13隻 14隻慢慢出 先升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1000肉 好 點下了 這時代氣真的蠻好的 好 刺頭繼續挖 好 刺頭繼續挖 好 拉了一坨 村民出來 蓋下城堡這個位子 這個位子 有點微妙 這個是有點想要偷偷前壓 不想打正面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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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 好 等一下 輪走技術 帝王時代要好 但是藍色 這邊帝王時代也好 這邊可以先造一台巨頭 這隊偷偷去後面摸家 這邊看到了 這邊 要收村一下會比較好 哇 這裡沒收村 巨頭開閘 這邊想要把對面的主力引回來 然後再去偷偷拆到對方巨頭死地 那這邊下了第二根城堡 雙堡的話 這根巨頭就不太好拆了 哇 左邊這個城堡可能會掉 快點出一下 好 馬攻對射 好看起來蒙古突擊更強大一點 來看一下數值喔 6加3 各一防 也是6加3阿 兩邊都6加3 對方的防御還已經升上去了 而且還很顯戰術 那這邊紅色蒙古還沒有安息人戰術 這就是蒙古部族內戰嗎 互相射射 但是 右邊的紅色蒙古 是上高地的關係喔 欸怎麼紅色蒙古突擊打贏了阿 哇 蒙古突擊好強阿 血量80滴 好像70滴吧 對 我覺得少10滴血 哇 少10滴血然後高打低 就可以這樣逆轉的嗎 而且人下還有安息人戰術耶 自己反而是只有二防而已 安息人戰術還沒點 因為安息人戰術可以加二防 遠防加二 但 居然是這邊的蒙古比較強 還是蒙古突擊 原本的射速就比 重裝馬功更快一點 有沒有可能 好 但是這邊紅色蒙古也是受到了一點傷害喔 這邊農田全部不能中 石頭有可能被挖走 近況這一坨也快被挖完 右邊這坨城堡能守住嗎 好 這一坨蒙古突擊 可以 戰勝回歸 這個TC偷砸一下 好 趕快轉出蒙古突擊 要來點射對方巨頭 巨頭這邊可能要退喔 這邊數量不夠多 可能會被射掉一台 哇 很快 這就是 蒙古突擊的威力阿 直接射了 好 這邊稍微秀一下 這邊可以按幾隻 騎士喔 草原騎兵來打一下 好 但是這邊說到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這個巨銀頭司機 就不太容易被打到 好這裡馬弓只有一隻 巨頭可能趕快測一下 後面進去趕快補 找到野精 救命精阿 好巨銀頭司機繼續輸出 上面趕快走一下 再走一下 快 哎呀 被射掉了 好點下拇指環 哇 蒙古現在才點下拇指環 待會殺傷的優勢更強大一點點 好 只要能把這根城堡拆除掉的話 待會就可以殺進去了 因為目前是紅色蒙古這邊 軍事上有優勢的 經濟來說 其實蒙古藍色是比較好一點點的 好 這裡有蒙古突擊想要來偷拆 但是上方這邊有蒙古突擊助手 所以現在南方蒙古沒辦法偷拆這些巨頭 好 停下了攻速跟跑速了 好這邊反擊射一下高地 哇又是一個高打滴 這裡還有一隻村民在前面的幹嘛 完蛋 這裡要被換掉一台巨頭 但是城堡也順利解決掉了 上方三台巨頭實力如果能順利拿下來的話 紅色蒙古就很大機會可以逆轉 當然南方這邊要注意的事情 自己的經濟可能快要崩了 趕快轉一下其他的單位 再毛病打一下也好 好 兩邊的經濟非常緊迫 這個分支點 放這根城堡確實不錯 但這根TC沒有拿下來有點虧 好左邊這邊蒙古突擊 準備往左攻 這邊大量伐木 可能完蛋了 哇 南方直接突然反超 直接分兩隊 開始射這些村民 城堂中心還蓋不到50% 看來是要全部被揭滅掉了 村民太慘了 好 但是正面這根城堡應該是可以拿下 OK 雖然正面家裡城堡危機解除 但左邊這一坨 冰喔 應該要趕快去解一下 趁對方還沒有集解 重新集解的時候趕快把巨頭收掉 還有這個蒙古突擊 這根城堡位置 蓋的有點微妙 如果是我想蓋這裡 他可能臨時蓋的 好 這邊蒙古突擊要做包夾 要分一堆去抓巨頭嗎 還是要來抓這一坨兵呢 這邊直接被逼到了死路 他不知道這裡是死路 喔 這邊不是死路耶 這裡有洞 決定要回頭來打一下 這邊決定毒口反殺 應該是沒有問題 直接對射 藍色也不想跑了 他可能覺得跑了也沒有 太大的優勢喔 會損失掉還是非常多的數量 這邊對射結果是由紅色大獲全射 但是好消息是三台巨頭被跑掉了 好 紅色這邊點他輕騎兵 要轉點漏馬 漏馬燒 然後 血量又多 蠻好用的 好 這邊收復思索 中間這些農田 可以慢慢蓋個TC 再繼續農一下 但是經濟上像是落後於藍色的 藍色這邊轉出一些戰毛兵 戰毛兵的話 抵抗對方的蒙古突擊喔 其實還蠻好用的 但是對方輕騎兵就不好了 但輕騎兵還沒有生完防禦 還是有點痛 而且也沒三防 好 現在一發一隻嗎 還沒有 要兩發才能殺一隻蒙古突擊 但是輕騎兵慢慢出來了 蒙古突擊趕快高地開射 把這個戰毛兵數量減少一點 就可以反打回去 這個就是超高速馬功阿 好鬼 好強好強 好這邊打出了GG 哇 這個蒙古內戰喔 沒想到這麼快就結束阿 這場比賽我是沒有看到最後 所以我也不知道誰輸誰了 但感覺這個過程喔 蠻有這個 就是對戰來說 是蠻實用的一部影片 就是攻防戰 那證明這邊沒有去應修這個城堡 繼續拖時間喔 其實有點虧喔 而且沒有去利用這邊有城堡優勢喔 讓這些蒙古突擊喔 進去裡面圖一些村民阿之類的 這是藍方的一個細節的一個疏忽喔 如果他可以的話 可以發一些蒙古突擊喔 在這邊騷喔 說是這邊都可以 畢竟後面喔 沒有任何建築物跟城堡 可以去抵抗 那他這邊有點太過在意 他下方這個TC會被拆爆的關係 所以沒有很大膽喔 直接把這個蒙古突擊喔 進去殺了一波吧 那紅色這邊打的比較好地方 就是這邊這個峻 這個峻頭11加城堡 讓對手感到壓力喔 可能讓他誤判到這個情況 所以導致藍色沒有第一時間喔 去打贏對手 這是比較大的可能性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經濟喔 經濟這邊 輪軸技術 兩邊都有下 但手對手都沒有下 風紅打架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本來就不會好 兩家的經濟都是差不多的 那...夢頭 二級目有點 藍方是沒有點二級目阿 來看一下藍方 哇真的沒有點二級目阿 難怪經濟上來說 雖然聰明樹贏了 但是...科技沒有贏喔 導致...後面經濟有點跟不太上來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喔 要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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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